哈嘍大家好,我是鼻妹 又到了禮拜二的時間 今天我們來做客製化的筷架 造型呢,就做成我養的兩隻貓 Gary跟小梅 首先我們來做Gary Gary是一隻波斯貓 毛很多很亂跟我一樣 然後個性很孤僻也跟我一樣 但他脾氣還不錯 我沒事就喜歡幫他打扮得漂漂亮亮 他也不會生氣 是一隻逆來順受的貓 以前我還會帶他去給別人洗澡的時候 老闆會問我他會不會不配合 我就說你強硬一點他就不會反抗 Gary就是一隻這麼可愛的貓 對了,我的頻道最近可以開始放廣告了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如果可以的話,拜託大家要把廣告看完 這樣我才會有收益 我知道YouTube的廣告都很難看 開局送神器 但請大家為了我忍耐一下 我現在平均一個影片可以賺兩美金 差不多是沒有煮菜的便當價錢 請各位幫我加菜 我要吃大排骨還要加乳蛋 謝謝大家 好的,Gary做到這邊已經差不多快完成了 給你的毛色就是這樣亂糟糟的 嘴巴邊邊也髒髒的 好可愛 最後加上角角,給你完成了 接著來做小梅 小梅的話先做出一個有點母湯的形狀 然後再做那個頭 挖出兩個大大的眼睛洞 然後再放上眼珠子 小梅的眼睛也是有點淡黃色的 小梅的故事我放在下方資訊欄 大家可以看我部落格 小梅的名字由來是龍貓裡面的那個妹妹 因為我覺得Gary很像龍貓 小梅有點調皮又有點倔強的感覺 就像裡面的妹妹 這樣是不是還缺一個姊姊 不行不行不能再養了 寵物如果要好好養的也是很花錢的 像是定期要打預防針什麼的 是要灌灌錢還有貓殺的錢都是基本的 最花錢的是突然生大病 畢竟寵物沒有健保 生個大病有時候就要花到幾十萬 不過我還是覺得寵物比人類好養 人類長得不可愛還會有叛逆的青春期 搞不好還會到外面學壞好麻煩 貓咪就是這樣吃吃喝喝釀釀大便的很可愛 好的把我們的小梅畫上粉紅色肉球 兩個貓咪造型快嫁就完成了 好不錯 只要放在家時 小燈賣 可動在冇上 帶浪花 Zither Harp いただきまーす